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们能够在凤凰卫视的摄影棚跟大家见面 来谈谈了凡四确 这本书是我在26岁刚刚接触佛法的第一本念的书 它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 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 这个书我对它非常爱好 也常常读诵 也讲过不少遍 那么过去所讲的跟现在所讲的 当然在境界上有些不同 但是往年所讲的依旧可以做参考 廖凡先生他姓远 他的名字叫黄 红黄蓝背后的黄 字昆毅 他是当时江南武江县人 他生于明世宗 世宗是明朝第十二代的皇帝 嘉靖十四年 公元一千五百三十五年 这样子诸位就比较有清晰的概念 距离我们现在有五百多年 那么廖凡四讯后面附的有一篇文章 于静义与造神迹 也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 于静义生于嘉靖四年 大廖凡先生十岁 大十岁 他们曾经在这个丁筹里 就是廖凡先生第二次去考静四 那一年他是四十三岁 这个于静义先生五十三岁 他们两个同科 于静义考取了 廖凡先生没有考取 廖凡先生一直到丙训年 到这个万历丙训年 他五十二岁才考取静四 所以我们从他一生 这个传记里面来观察 改过自信也是相当辛苦的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 特别是早年 前二十年很辛苦 到了晚年功夫成熟 断卧修善 是越来越容易了 我们来看这个本文 与童年丧父 于是廖凡先生自称 他是童年 童子的时候 根据这个立命之学来看 我们晓得他三父决定是在十五岁之前 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遇到孔先生那一年是十五岁 所以决定是在十五岁之前 他老母炼器学举业 这个举业就是读书求取公民 他的母亲告诉他 不必去念书求取公民 劝他学医 学医 可以养生 可以寄人 学医有这么好处 可以养活自己 也可以救济一些病苦之人 切系异议已成名 二父缩心也 如果你真的把医学学好了 将来能成为名医了 这是你父亲对你的一个愿望 最后 于在慈云寺 御叶老者 修然伪貌 飘飘若鲜 于离尽之 他就以后 这个后 就是他十五岁那一年 公云 1549年 他在慈云寺 遇到一个老人 修然伪貌 修然是胡须很长 相貌非常 魁梧 看到飘飘热鲜 不像是凡人的样子 他看到之后 对他非常礼尽 那么由此可知 廖凡先生从小家教好 这个 这个 虽然年纪轻轻 十五岁 厨师 带人 借乌 就很懂规矩 这才能讨人欢喜 是斗人喜爱 欲愉悦 这个老人就告诉他 子 四路 中人 这个老人 好像是会看相 一看到 你是个做官的命啊 明年即进学 这个进学 明年你就会考取秀才 何不读书 为什么不读书呢 你这个到处在外面游荡 为什么不读书 预告一顾 他就把他母亲教导他 不要念书 去学医 他在外面游荡 可能是在采药 因为 受五岁学医 那一定是学徒嘛 或者是跟个大夫 或者是跟这个药店里面 做学徒 这都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道理 所以他把这个缘故告诉 这个道长 并扣老者 姓氏礼居 向老人请教 鬼姓 这个从哪里来的 五姓孔 云南人也 这个老人告诉他 他姓孔 他是云南人 对 邵子黄极肃正传 邵康杰的黄极肃正传 现在四库全书里头 还收着有 我曾经去翻了一翻 实在是看不懂 这个完全是数以高等的数学 这个书里头 不但是可以讲一个人的命运 讲国家的命运 讲世界的命运 完全是从 这个易经的挂数里面来断定的 是树盖传辱 从这个定数上来讲 我应该传给你 你看这个老者 第一次跟他见面 怎么知道能传给他呢 这里头就有大学问 这种学问 跟佛门里面 宗门教下 族式大德传道 非常类似 欲淫之归 这就是辽凡先生 就引导这个老人回家 看看他的母亲 告诉他的母亲 母与善待之 士气素 清晰皆一 我先好好招待他 试验试验 他算得零不零 结果一试验呢 他算得果然零 于随其读书之力 从这个地方呢 他对这个老者给他推算 他有信心 这样呢 又生起读书的念头 母子表兄审称 跟他的表兄商量 表兄说 玉海谷先生 在神游夫家开馆 我送入济学圣变 与谁礼遇为师 他的表兄 把他送到玉海谷先生那里 玉海谷在那里教寺书 这开馆就教寺书 那么他把他送到那里去寄学 廖凡先生就拜这个玉海谷 孔先生为老师 孔 为与其数 县考同生 党十四名 福考七十一名 提学考第九名 提学是神考 那个时候考秀才要通过这三观 他说明年去考 明年是十六岁 十六岁去考 果然考取了 而且民宿完全相合 三处 明年复考 三处民宿接货 可见的 孔先生 这算命的功夫 很不错 相当高明 他不是江湖术宿 他是个真正 有实学的 这个素 素礼专家 中国也叫做 命礼专家 他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说奉为一谱 众神隐秀旧 既然这样灵验 请这个老先生 算算一生的流年 吉凶厚福 一 不念考第几名 不念当不灵 灵 也是秀才里面一个等级 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公费学生 灵是灵米 他的名额是有一定的 必须要有缺 出缺 这个秀才里面 考试名次最高的 在地补上去 在补灵 所以某年当供 供生 比这个灵生 又要高一点 那么 都还是秀才 所以秀才里头 分很多等级 以供生为最高 灵生为其次 供后某年 你当了供生之后 某年 这个供生就有资格 入太学去读书了 所以那个时候 入太学 太学的时候 就是国家办的大学 古时候 只有一个 叫郭子健 这个太学 都是设在首都 设在京城 那么明朝时候 有两个 古子健 这什么原因呢 明太祖 这个建国的时候 定都在南京 所以南京有古子健 以后到陈祖 陈祖迁都到北京 所以北京呢 也有个古子健 明朝啊 国家办的大学 就变成两个了 这个常识 我们要懂啊 供生以上啊 才有资格到国子健 去读书 这是供后啊 某一年啊 你会当选 这个四川呢 一位县长 大营市县长 再任三年半呢 既已告归 你再任三年 你就要 就要告牢还乡 为什么呢 五十三岁 八月四日丑时 算得这么准确 当忠于真轻 你受众真轻啊 你的寿命到了 西五子 你命里头没有儿子 与贝禄而谨记之 贝禄就是一桩一桩 他所讲的 统统把它记起来 记着 这是他一生的流年 自此以后 凡于考教 其民宿先后 借不出孔公所宣定的 宣计他算定的 以后 每一年 读书考试 名次 全都被孔先生算定的 丝毫不差了 这里面呢 有个差距 读算于是零米 九十一档五斗当出贡 就是他当灵僧 灵僧呢 他领的 国家给他的米粮 配给他的米粮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公费僧 他要领多少米粮呢 要领九十一档五斗 他就出贡了 换句话说 他从灵僧就升到贡僧了 几十米七十余蛋 图宗司 既批准不公 与切一致 算命是给他算 九十一档五斗 他才能出贡 但是他领这个 灵米七十多档的时候 这个时候图宗司 这个宗司就是当时的 提学管一宗教育 相当于现在所说的 教育厅长 他就批准 补这个共生 补共生 那就就是出共的 他心里面就疑惑了 为什么这个不对了 这个算的就不对了 后国委树印 杨公所不 图宗司批准不公 这个文件上去了 被那个树印 树印是代理 这个代理的这一位 杨先生呢 把他扑回来了 不准他不公 这到丁某年 丁某年 是明目中龙庆元年 廖凡先生 33岁 注意想想 他16岁 考取秀才 到33岁 才当上共生 十几年 这么长的时间 他知道丁某年 殷求民纵死 鉴于常众被怨探阅 误辞皆无品奏义 这个时候读学 就是主持教学的 这个长官 殷求民先生 他在闲暇之中 把从前这些秀才 他们那些考试卷 没有考中的 这些考试卷 重新拿来看看 突然之间呢 看到廖凡先生呢 他这个考卷 写得非常好 所以就感变出 这个五篇 他做的这五篇文章 就等于五篇奏义 他的见解 文字都好 可以比得上大臣 对于皇帝的 这个奏义 这七科 是波恰 阴观之 老语 常下伏 波 是说他 见闻广播 他的学识 很丰富 恰是说 他对于理论 了解的 很透确 一是说他的文艺 透确 功夫一贯 这样的文章 很难得看到 他说 不能让这样一个 有学问 有德行 有能力的人 老语创下 一辈子当穷秀才 随意 深吻 随意 深吻 准够 再给他申请 去补供 这一次批准了 他说 连其 圣迷 记制 十 九十亿 到五十亿 孔希腾算的一点 没错 确确实实 他这个 零生迷 零到九十亿 但无德 他才能出功 于 因此一信 进退 有命 迟速 有迟 当然 无求 他到这个时候 完全肯定 相信一个人 有命运 这个命运迟早 都有时候 强求不得 于是 他的心定下来了 忘念没有了 真正做到了 愚人无真 愚事无求 所以我说这种人 叫标准 凡夫 我们做凡夫 都不标准 一天到晚 胡思乱想 到处忘求 求不到的 命里有的 终须有 命里无实 莫忘求 在哪里求得到 共入印度 这做了共生了 到印度 到北京 到北京 当然也许想 看看那一边的 国家大学 我想他一定 是去两个大学 都去了解一下 选择到底在哪里读书 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 留近一年 终日静坐 不约文字 为什么呢 一生都是命 想什么 都是妄然 所以把妄念 给他止住了 这个实在说 他是被命运所拒 无可奈何 我们看了凡这个情形 也值得同情 也值得可怜 吉思归 这是第二年 第二年 从北京 回到南方来 有男人 这个时候 廖凡先生 三十五岁 南荣就是南京的 国字节 可见得他调查 搞得清楚了 他选择南京的这个大学 想到这个学校去念书 未如今 还没有上学 没有上学之前 先访云古 惠禅寺 没有上学之前 听说 这个七霞山 七霞山在南京 现在南京有个七霞寺 那么他到七霞山 去访问云古 惠禅寺 云古 是大四的号 他的发名 叫做法慧 所以此地称为他 做慧禅寺 这是尊称他 云古禅寺 是当时佛门的一位大德 一位高僧 这个时候 云古禅寺 已经是六十九岁了 廖凡先生三十五岁 云古大廖凡三十五岁 廖凡三十五岁去见他 那么这也是头一次遇见 我们在后面传记里面看到 云古禅寺的行仪 他的道风 他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 虽然很年轻的时候出家 出家的时候 也跟现在一样 做一些金灿佛寺 但是那个时候金灿佛寺 跟我们现在性质完全不一样 后来他觉悟到 出家干这些事情 与廖生死出三界不相干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出家的 这个出家就等于说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已 所以生死死大了 十九岁 他就去参学 寻死防盗 以后他确实成就了 开悟之后 他在寺院里面 掏光盈晦 专做苦行 别人不愿意做的这些苦功 他做 以后 有一些地方上的名寺 官员 发现他 这是个真正有道的高僧 所以就帮助他 希望把这个七峡山的道场恢复 他老人家无异于明文立阳 他介绍另一位法司去做主持防长 道场复兴之后 他在山后面 很隐秘的一个地方 进了一个小修行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天开炎 人即寒治 他一个人在那边苦休 我想 廖凡先生去访问 必定的是在这个所在 天开炎 一定在这个所在 因为法司已经69岁了 法司是 这个 75岁 元吉 也就是1575年 这一年 这一年 廖凡先生 41岁 所以 廖凡先生跟他见面 于大司元吉 这个时间并不很长 只有七年 我们想想 他一定是住在 七峡山 这个 天开炎 大司 平常接种 不管哪个人去访问他 他总是丢一个铺团 叫你坐在那里 叫你参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一句话都不说 一天 不讲一句话 都在定中 廖凡先生去参访他 大概也不例外 你看 于七下山中 对坐一时 凡三昼夜不明悟 跟廖凡先生 他们坐在禅堂里面 三天三夜 一句话没说 云古闻月 凡人所以不能做圣者 只为妄念相缠儿 特别是修行人 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成就 妄念太多了 妄想分别执着太多 你这个心定不下来 你很奇怪 你在这里坐了三天 我不见其异妄念 没有看到你其异妄念 这什么缘故 云古禅师好奇 平常很少说话 遇见了凡先生 能给他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 不容易啊 这也是特别的缘分 我们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 人与人之间 确确确确确实实有十几因缘 他遇到了云古禅师 这才开始转变命运 裂命之蛇 是云古禅师传授给他的 我早年念到这一句 我想 廖凡先生呢 这个时候是标准反复 也不错 一生 按照命运去过日子 到五十三岁 十五宗真情 一生 没有大过失 来生 肯定不躲三国道 标准反复 他的命运 被孔先生算定了 荣辱死身 皆有定数 这个话同时也告诉我们 我们也不例外啊 凡人 只要你有念头 你就不能没有数啊 也就是说 你就不能没有定命 只要你有妄念在 如果没有妄念 那你就超越命运 廖凡先生 虽然能够改造命运 他只能改变 他不能超越 云古禅师 了不起啊 为什么没有把高一层的 超越命运的 这个方法教导 这个方法教导他呢 这也是要关机受教 看看 辽凡先生的 辽凡先生的 本质 他的天赋 这些 这些 有道德的高僧 都有能力 观机 看理 是上根 还是中根 还是下根 应急 说法 所以 一切众生 遇到这些高人 没有不得力 那我们看看 辽凡先生 他是中人的根性 他不是上根 他是中根 对中根 当然不能够说上法 说上法 他不能接受 所以说法 切记 比什么都重要 法不切记 等于是 闲言语 这是佛经上说的 这闲言语 用现在的话来说 废话了 别说了 所以必须要切记切理 我们要深深相信 任何一个人 都有命运 都有一个定数 只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在这一生当中 你必定是 盲目 目数啊 辽凡先生呢 他被人算定了 他清楚啊 他这一生 他所行的方向 目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只是照着命运走就是了 我们 我们可怜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所以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 盲目的莫数 如果随身烦恼 莫数当中还会造许许多多罪业 这些罪业 损我们的福报 解我们的寿命 一般讲 一般讲 治寿 治损我们的寿命 这种情形 在今天社会 可以说比比皆是 如果 如果善根福德 深厚的人 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但是心地善良 没有 非非之想 存心 行事 都能守规矩 不做伤天骇礼之事 不做损人利己之事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必定被替自己赠福 替自己证受 不知不觉当中 得福报 但是 现在我们的社会 大环境不好 这个是 古今中外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大环境 人是凡夫 不可能 不受环境的影响 环境不善 我们天天被不善影响 换一句话 我们造不善业的机会就多了 而且不知不觉在造年 这个事情 很可怕 我往年求学的时候 李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不是给我一个人说 上课 跟我们大同学们一起讲的 他讲到从前 这是古时候 有一个地方 发生了一个 逆人的命运 儿子杀父亲 这个事情在从前不得了 这大事情 这个事情上报给皇帝 当然 他这个儿子出死心 皇帝下了命令 这个地方的县长 彻职查办 县长犯了什么故事呢 这个地方是你统治的区域 是你教化的地区 你怎么教化这样一个大理不道的人 你教育失败啊 县长撤职 巡抚激故 巡抚是当时的省长 激故 这种行政出分 还其次 朝廷下命令 那个时候这个县都有城 都有城墙 把城墙撤掉一个角 皇帝下命令 城墙撤掉一个角 这什么意思呢 你们这个县 处了这样一个大理不道的人 是你们全县人的耻辱 现在我们在报纸杂志上 常常看到 杀父亲杀母亲 太多了 你看看古时候的教学 跟现在的教学 一对比 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古时候社会能安定 长之久安 人民确确确实实过到幸福 美满的生活 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 无论是富贵或是贫借 有亿万财富的人 他活得幸福不幸福呢 没有幸福 他快乐不快乐呢 他没有快乐 他生活得很可怜 那说的不好听的话呢 不是过的人的生活啊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有没有去想过 这个里头都有定数啊 定数我们每一天呢 奇心动念 淫于造作 都有加减乘处啊 加减乘处的幅度不大 大概 举例你的这个 明书 不会超越太多的 一般算命看项 都能算得很准确 如果我们的卧念 如果我们的卧念 善行卧行 幅度很大的话 你有大善 或者是有大窝 就把你的定数改变了 如果你有大善 你命中不好 他会变好了 如果你造的是大窝 你命里头本来很好 会变坏了 凡人 在所不免 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 现代社会 没有一样啊 不得诱惑人 人心怎么能够定得下来 所以今天修道 今天做学问 不容易成就啊 能在这个时代 学业道业有成 都是相当的善根福德因缘 如果没有相当的善根福德 都不可能 你有善根 你能够明理 你有福德 你才不动心啊 面对所有一切诱惑 不会齐心动念 这是真功夫 这是真的福德 所以古时候 古大的 学校 教学的场所 佛门 修行的场所 为什么要选择在山林 人 人极 汉智之处 实在讲 他的目的 无非就是 避开 社会的诱惑 让我们的心呢 容易定下来 而已啊 心眼再难了 我学佛 讲经 虽然这么多年 佛教许许多多多的道场 我都没有去过 在中国 我只去过九华山 去过国美山 而现在这些道场啊 公路开上去了 游客很方便 以前很不方便 我小时候 我是安徽人 我的老家 在卢江 距离九华山 不算太远 但是从前朝山 要走三天 现在汽车三个小时 从前要走三天 真的要有诚意 还有人三步一拜 那大概差不多要走七天到十天 从我们家乡很虔诚的 拜到九华山 选择这些地方 无非是交通不方便 游人不方便 不喜欢人家到这儿来 我们这个环境宁静 不要被人破坏 现在呢 开上马路 这个寺庙里头都装上电视 就完了 这个人物啊 已经到家里来了 现在修道难了 太难太难了 所以我在国外这么多年 一直到今年 我们才选择澳洲图文巴的小城 山上 山城 这个小城人口只有八万 而且这个地方的人非常保守 在现在讲 是很难得的 做学问 修道的一个好环境 不能选择在都市 都市诱惑力量太强了 没有定力 决定不能成就 花花世界 你怎么修行 我1977年 在香港讲经 听那边的同修们告诉我 这法师 虚人老和尚 曾经 到这个香港 香港同修要挽留老和尚 定居在香港 老和尚说 这个地方花花世界 不适合修行 所以 读了没几天 就回到中国去了 为什么呢 诱惑力量太大了 名利心太重了 不是一个修行的出所 如果要像是廖凡先生 那这种心态 那行 他已经知道 自己命运算定了 答妄想也是妄然 他心定下来了 这也说明 云谷禅师就哈哈大笑了 我代入是豪杰 原来只是凡夫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 什么叫豪杰 一般人做不到的 你能做到 这个人就是英雄 就是豪杰 三天三夜 不起一个妄念 不是普通人 能做到 廖凡先生 能做到 在一问什么 人命被人算定了 答妄想也枉然 这样才不答妄想了 这是反复 这是个标准反复 我们要知道 从这个地方 要真正醒悟过来 看看云谷禅师 怎样开导他 怎样教化他 怎样把他这些错误的观念 扭转过来 这是真实的学问 廖凡先生能接受 是他的善根 佛家讲善根 是能够明了 能够依教奉行 深信不疑 依教奉行 这是他的福德 有善根 有福德 又遇到这样好的 善知识开导他 这是因缘 善根 佛的因缘 三个条件具足 他成就了 他能够把他的命运改变 道理在此地 我们今天讲到此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